1月30日 著名演员刘青云 张家辉及林嘉欣 现身为原花式为主演电影《廉正风云》做宣传 引来众多图人驻足为官 一读迎星风采 三人也十分亲民 跟大家一起逛年宵市场 有说有笑 兴致盎然 跟市民一起沉浸在新年的氛围中 刘青云校园今年会再来逛年宵花式 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让别人看到 张家辉则坦言至少有十年没有来这里逛花式了 今次丛林不禁勾起了自己一些童年的回忆 有啊 其实童年的时候香港都特别的穷 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打工 然后我家里的也一样 但是有一次我记得我妈妈去了那个工展会 以后买了一个机械人要放电信到里面的那种 我就特别开心 然后也印象就很深 青春将至 林嘉欣指自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每年的毁邦家人从头到脚大扫除一遍 今年也准备了柚子叶洗澡 把去年不好的运气都洗掉 有 有 有 而且还买了那个柚子的叶 就是从头洗到脚 就把那些去年不好的运气 不好的东西把它洗干净 有 有 都准备了 非凡娱乐 时时怕到